今天我们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啊 也是相声演员 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人家在一块儿搭到整整十年了 真的假的 人认识你吗 什么叫认识人呢 铁哥们儿 最铁了 我告诉你 二位一上台 先得给我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那你赶快介绍一下二位吧 我们先来掌声有请青年演员 金飞 陈希 这张照片是2010年拍的 当年我21岁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27岁 今年我们哥俩搭档十年了 我们读过一所学校 住过一个屋子 我对家的印象 好像没有晨曦那么重 我对家的印象 可能就是金飞吧 你个恶心不恶心的你 个恶心 我们俩就这么恶心的过了十年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陈希 大家好 我是相声演员陈希 好 欢迎二位 姐姐 我跟你说 姐姐 姐姐 你好 姐姐 姐姐 你好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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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好 我们时间 我跟你说 我是高兴来到咱们这个爱情保卫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俩合作十年了 中间有很多矛盾 希望你给帮我们调解一下 是爱情保卫战 哎呦 哥 你也在这呢 哥 你就张开双臉的 不是 别着急 你们家也打起来了 但是我们先调解完了以后 你们再调解你们家那是什么 不是 谁打起来了 我要跟你们俩打起来了知道吗 哪儿去 你们俩干嘛来呢这是 好长时间 没见了 群英会印象家 这跟爱情保卫战有什么关系 我一看老师我就想起这个爱情保卫战 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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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嘛来的 这都是 你看见了吧 这太热情了 所以这一上来 我得给他们俩点福利 看你们俩都奔着我来了 给你们俩一个特殊的权利 群英会第一次 你们两个人自己去选一张照片 行行 关系好啊 这上台也没有好话 给他先找吧 先找吧 我们先找两张 拿着 这是你的 我就这张吧 好 来 都拿出来 先看陈希这张吧 先看我这张 这是四个人的 是吗 这别给英俊哥看了 看了他上火 这有什么上火的 其实不愿意选这张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个人 已经四次被 装电台春晚邀请 参加这个 哥一回都没有 你知道 哥一回都没有 其实不该选这张 哥赖我了 赖我了 不该选那个闲店 哥哥 算了 诚心是吧 诚心是吧 哥就这么一点缺憾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别对对 就说这照片那种痛苦 对对对 其实我们也没上不去哥 你们也别别甭生气 我们四回一回也没上去 就是上了两回元宵晚会而已 但是哥绝一生也没上去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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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老了 不好意思 咱就说照片吧 这张照片是我 金飞 小潘 还有刘远超 我们四个人 这是有一次在春晚 我们四个人 抱了一个群口相声 我特别记得 这张照片 我记犹新 我们四个人在春晚组 打起来了 然后我们四个人争吵的时候 我那天我特急 我哭了 弄一个节目 弄得兄弟之间 说得那么过分的话 我当时心里挺难受的 所以 你当时为这个节目 兄弟之间挺难受的 是吧 你就是拿着这张照片 你跟我之间也挺难受的 那是故意的 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不难受 这个跟春晚没关系 这个其实就是 前一段时间找的 甚至演出完了以后 那天观众特别热情 送我们俩特别多礼物 你看就全是送我们礼物 哥有时候送你礼物 有 我怎么感觉 你比我还故意 没有 这个多的 就是我家里确实也搁不下 哥叫您家富裕吗 你哪里想回话 寄存在你那儿先 我都给你卖了 寄存到你那儿 哥 我觉得今儿一上场 我一来我哥的眉头 就没解开过 对 我就觉得一上场 这有点气氛不对 没有 两位演员 最近两年挺火 进步也挺快 都学会了气人了 行吧 但是今天你们忘了一个事儿 这里不是爱情宝贝站 我也不会扭声就走 知道吗 你得知道这个地方 今天是谁做主 我接下来说一句话 你们还必须得听 什么事儿 坐下 我会不会发现 我会不会发现